我們看看颱風的模型 順便立一間會所 然後再看看其餘的示範單位 包括一房和兩房近處 這次只開了四間示範單位 都是小單位 三房沒有開 這間550呎 入門有一個長廳 基本上樓底都是3.15米 廳就夠長身一致型 客飯廳比較紛紛 外連一個大露台 這個廚房我還不錯 我喜歡這個 喜歡這個寬度 有名廚 然後這裡 其實不錯的 不差的 它用的牌子不差的 它後面還有一個工人寶 這個尺寸睡覺還不錯的 再轉進去就是一個浴室 基本上升級了 它小單位那些就是比較雅色 這個就明亮色一點 我不喜歡太暗的浴室 我喜歡明亮一點 這邊就是睡房了 有兩面玻璃 你猜一下這個東西有什麼用 想拍奧裝的東西 放在這裡 這塊東西 主要房進來 這邊可以放衣櫃 然後這裡就是大窗 OK 尾邊那邊 就預留了一個衣櫃給你 但唯一一樣東西我不喜歡 就是它多了這塊東西 大家這樣裝置 但我不是很喜歡它 我覺得它多了 這個就是入場的一房 我講的就是336呎 總體來說 就沒有什麼走廊位 而且很棒 唯一一個缺陷 我不喜歡就是 廚房很小 因為我喜歡住 那我們看一下 那入門 有這塊小小圓框位 再走小小 就有一個長型的客廳 然後這裡 還有一個露台 就是躺門的 那整個露台有少少 斜角位 旁邊轉上來 一個長型的客廳 然後就有一個廚房 就是一字形的 我唯一喜歡 就是這個 新宿的廚房 這樣東西都喜歡的 那牌子上 它用MIRROR 都是一個名牌 你看到 不差的 浴室那邊的色調 我就不太喜歡 它應該是石 石 這些應該是水洗石 我自己就慢慢 但配置上其實還可以的 可以接受到 整個屁股其實挺似的 而且它很方正 用起常人的舒服 一房的主人房 大家很多 然後有個 大窗 這邊遇到了一個衣櫃 總體而言 用料不差 發展商有幾個副款方式 分為職工和建期 兩者相差最大的折扣是8% 你想拿到最優惠的價錢 只能選擇職工便 即是要供樓花 發展商不提供任何項鍵 需要自己找銀行去盛造 今天的時間就到這裡 我是老的小火 我們下期見 拜拜